女主角前面有一個手段 其實可以先下 那為什麼女主角不先下 這個時候就可以破壞掉 但是女主角沒有動手 那隱忍到最後才給白琪最後致命一集 他有點像是最後劇情要走向的方向 就是隱忍這麼久 就是為了要給他最討厭的 最恨的那個反派致命的一集 所以他把他要做的準備都先布好 然後讓這個女反派人生都完美了 這個就 這個步棋就好像是結婚 這步棋就好像生小孩 讓這個女反派人生都完美 就是達到每個人都很羨慕的樣子 又漂亮又多金又有帥老公又有小孩 然後再給他最後的致命一集 我猜測的是 男主角把女主角其實移到心味的目的是 因為小木是比較重視實力的想法 然後心味是比較重視全局速度比較快 那可能男主角是希望透過這個移妻子的方式來提醒女主角 就是要更重視全局的發展 在未來人生中不要太重視局部的得失這樣 尤其在第八局最後的幾秒鐘在收尾的時候 那個女主角也把氣勢落在了心味的位置 然後那個也應該是呼應 除了一方面是提醒男主角他回來了 二方面也是提醒男主角說 他會按照他的想法去去執行他未來想做的事情 小主角最喜歡現在的小木 因為我只看當下的利益 你現在哪都一樣啦 女主角拿對方的兩顆石子放在起盤上的意思呢 其實是代表頭像 但他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他在自己下完一顆起子之後投降 對 因為一般正常來說 我們都會等到對方下完起子之後再投降 男主角看起來是想要再繼續下的 那為什麼女主角這時候要投降 在劇中女主角拿對方的兩顆石子擺上去的目的應該是 他是要提醒男主角說他的 他這個階段的任務已經完成 他想要跟男主角暫停 繼續在維基上的對應 然後他要去進行人生下一個階段 提醒男主角說 我該跟你 我們圍棋的訓練要先終止了 所以後面的對話才會出現 男主角問他說 你還沒有下贏我 你為什麼不繼續下 然後女主角才回答說 我下了 真正想贏的人不是你 所以就是先 圍棋的交流就先暫停 最後終止投降前的 棋譜我有擺出來 然後我 我確定以我現在的棋地是擺不出那個進程 所以 他的棋子是不合理的對局 然後我有擺出來用AI跑過 很巧的是 聰明巧說 你現在投降我算你出10部 但是用AI跑過 那個棋的確黑的盤面只有12部的優勢 所以 如果編劇有跑過AI的話 那他太神了 可是 因為那盤棋其實只在中盤而已 所以其實局面還很早 局面太 就是不太可能知道就是到底會贏節目 周老師 也是那次去過棋社下過棋嗎 小時候因為台灣就是學棋環境不是很多 所以我們要進步就需要到棋社去跟厲害的老師或前輩下棋 聽說那個年代是不是就是要看棋埔還得等一個月然後棋埔才能夠寄過來 對 那個時候就是日本情願可以跟他訂 然後他可能是一個月會寄一次然後大概二三十張 然後對我來講那二三張就是就像寶藏一樣 就是最珍貴的老師 在一個月就是好好的把它擺很多遍然後擺到背起來為止 就是現在大家很幸福就可以直接看直播傘 然後任何的變化都可以直接的問AI 好像其實剛剛下到這裡的時候 其實黑棋就有機會可以直接把白棋這個空給破壞掉 這個時候就可以破壞掉 但是女主角沒有動手 那隱忍到最後才給白棋最後致命一擊 他有點像是最後劇情要走向的方向就是隱忍這麼久 就是為了要給他最討厭的最恨的那個反派致命的一擊 所以他把他要做的準備都先布好 然後讓這個女反派人生都完美了 這個就這個不齊就好像是結婚 這不齊就好像生小孩 讓這個女反派人生都完美 就是達到每個人都很羨慕的樣子 又漂亮又多金又有帥老公 又有小孩 然後再給他最後的致命一擊 這就是這部電影這個編劇很厲害的地方 他想要用圍棋的發展來告訴我們他故事的走向 照這樣下去就是如果是老師們來看的話 是不是就真的就是一定要投降 如果以這盤棋來看 嚇到何杜玲發嫩住的時候 我想這盤棋應該白的已經沒救了 因為最主要的空都被破壞掉 而且那個女主角最厲害的是 把外面棋盤大的重要地方都佔完了 然後棋盤已經沒有特別重要 又可以擴張的空間的時候 再給白棋最後的致命一擊 所以這盤棋就是到畫面那個時候 是白棋已經沒有救了 就是AI也救不了了 對AI也救不了了 就是以普通來講普通的情況正常來講的話 其實拿黑棋人並不會佔優勢 因為拿黑棋人最後是需要貼還給白棋 六五半或者七五半 但因為他的身份地位可能不太一樣 就是他可能是別人都讓他吃 那我的認知是 就像何杜玲他劇中說的 他從出生就好像是拿著黑子 然後被直黑 然後被讓子一樣的人生 那用圍棋的角度就有點像是 何杜玲如果他是出生是富二代或官二代 家裡就什麼都有 那他在跟著每個人下棋的時候 他的一開始他是黑棋 可能永遠都是對方是白棋 就必須要讓他三顆子 所以就同樣從國小 國中高中大學 他的人生永遠都是直黑 對方是白棋 都要先讓他三顆子來下花 所以他就處於絕對有利的位子 所以這是他的人生觀 因為他從小到大就是 每一盤級都是這樣 所以任何要贏他的人都 會非常非常的難 也難怪他不會進步 對 其實就是以人生來看的話 就是有些人一出生 就可以學鋼琦、小提琴 念全美語的學校 然後由家家老師到家裡教 就像何杜玲一樣 一開始就擺三顆子、四顆子 那你要贏他就真的非常非常困難 大概是類似這樣的隱喻這樣 整個劇裡面 宋慧小老師都只能拿黑棋 因為黑棋最後是需要貼幕的 等於說黑棋一開始必須要 就是掌握主動權 然後要盡量就是去 盡可能獲得最大的優勢 就黑棋貼幕 所以要下得比較積極 那想問一下老師們 就是黑子跟白子在圍棋中 是不是有什麼地位象徵的意義嗎 在家裡小時候有聽過為什麼 直黑仙下嗎 沒有耶 就小時候學的時候 老師就說 嗯 直黑仙下 在以前中國古代的布局 這個這樣開局 然後叫做坐子布局 然後那個時候好像是 直白仙下 對 那後來唐代圍棋傳到日本以後 把坐子拿掉 然後就把它改成了黑棋仙下的開局 那其實我小時候學的時候 也不太知道為什麼是 中國在以前是白棋仙下 然後後來傳到日本黑棋仙下 那最近有去查有去問 他們有一種出來就是 因為日本比較覺得是 第一個白色是比黑棋要尊貴一點 在幕府將軍那個時代 他們覺得白棋是天是上手 就好像我是將軍 你是平民一樣 所以我跟你下 我要後下 然後讓平民直黑仙下 好像是有一點點這樣的味道 所以是傳到日本以後變成是 黑仙白猴這樣 不過這是不能百分之百確定的 就只是一種傳說這樣 他們是不是不知道 黑棋仙下比較有力 有啊所以 吳老師那個時代不是還沒有天 所以那時候的比賽 那時候是 同樣兩個對象是要下一黑一白 要下兩盤棋 所以才會有什麼仙象先 就是 有的是一盤黑一盤白 然後有的是兩盤黑 就是下十番起的時候會有 對 就是因為沒有天目就會有 就會有多了一些規則可以去調整這樣